上世纪90年代的一种枪劫杀人案 不仅令浙江五位青年 暴受远逐 还被集体判处死刑 直到十几年后 真正的凶手意外落网 他们才沉军得雪 那么这五位青年 明明没有枪劫杀人 又为何会主动认罪 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时间回到1995年 3月20日这天 有人在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的某条偏僻道路上 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很快警察就赶到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 女人的衣着玩好 病们就被侵犯了情况 但是面目全非 死状气惨 脖子上还有明显的恰痕 女人身上的钱财被洗剑一空 因此警方猜测 这应该是一具 谋财害命的抢劫案 据了解 死者名叫徐彩华 平时已开出租车为生 但在徐彩华的尸体方面 病们就发现车辆 由于当时技术有限 病们有监控录像等高科技设备 因此并不能很快查出谁是凶手 两天后 警方在距离徐彩华尸体 40公里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他的出租车 车子受损严重 里面还有两块石头 在司机与副驾驶之间 残留着几些血迹 车上还发现了 一个带血的指纹 除此之外 现场并没有更多证据了 尽管警方走访 调查了不少地方 但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现场发现的指纹 在数据库中 也找不到与之匹配的 由于证据不足 线索就少得可怜 为此这起汉件 只能暂时被搁置在一旁 令人没想到的是 五个月后 警方再次接到报案 又出现了一名受害者 遇害人同样是 一名出租车司机 被人残忍伤害后 钱财被洗劫一控 尸体被炮至谎言 这两起汉件 无论是杀人动机 还是作汉手法 几乎完全一致 因此警方怀疑 这应该是一个团伙 犯下的连环汉件 一时之间 当地人形惶惶 由于迟迟门就线索 无法破案 当地公开局倍感压力 则是有人突然提议 凶手的纵犯手法 如此坚实 应该是个惯犯 不如查一下 有犯罪监客的人 而经过这一调查 他们竟然很快 就锁定了目标 陈建阳 田东伟 王建平 朱旧平 田孝平 五个人 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五人均有盗窃监客 其中陈建阳 田伟东 在1995年9月2日 犯盗窃罪 10月5日 田孝平也曾犯下 两起抢检案 为此警方很快 认定五人有罪 并将他们移交法院 经过两次审判 最终陈建阳 田伟东 王建平三人 被判处撕换 上去两人 被判处武器偷刑 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原本已经 陈汉流丁的案件 却在17年后 因为一个人的出现 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上世纪90年代的 一场冤假错案 令五位年轻人 集体蒙受不白这院 直到十几年后 真正的凶手意外落网 他们才喜庆献议 那么当年的抢劫杀人案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又为何 会陷入这场无往之灾众呢 2017年7月27日 距离陈建阳等人 入狱将近17年时 浙江警方在一次行动中 抓到了一个道歉的男人 令人幻幻没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的指纹 竟然与当年徐彩华遇害时 现场提取到的指纹 高度相思 这个发现 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经过对比分析 这个名叫向盛元的男人 指纹和当年的凶手 完全一致 随着警方的深处调查 当年的真相 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向盛元是他们村子里的能人 他见多失光 村里人都觉得他有本事 但他唯一不好的一点 就是手脚不干净 曾多次因为盗窃被抓 1995年 向盛元曾在一家延长打工 在约20日那天 向盛元刚刚拿到工资 原本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恰巧此时 他母亲打了电话 他父亲生病了 让他赶紧回家一趟 向盛元立即往家赶 却在公交车上 不小心将钱包弄丢了 下着后 他非常愤怒 觉得自己这么久白赶了 但考虑到家中的老父亲 他还是准备了先回家看看 正巧此时 徐彩华开车过来 问他要不要坐车 两人讲好价钱 向盛元给徐彩华60块钱 徐彩华将他送为家 上车后 向盛元就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车子停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压根就不是他家 原来当时两人沟通出现了事故 原本应该往北走 到三丰村 但徐彩华却将车子 开到了东边的 萧山农肯一厂附近 这会没有一户人家 全是树木河庄稼 向盛元自然不乐意 让徐彩华 把他送回家 徐彩华坚称 这就是向盛元报的地址 并要求他赶紧支付车费 向盛元原本弄掉了工资 心里就憋了一股火 此时 向盛元的行为 彻底将他热闹 两人很快就争执了起来 情绪激动时 向盛元甚至 狠狠地掐住 徐彩华的脖子 好在关键时刻 他及时收手 咱们就酿成大祸 徐彩华不愿意地 让他就这么离开 两人再次发生争执 脑怒之下 向盛元捡起地上的舌头 狠狠地砸在了 徐彩华的头上 很快徐彩华 就满头是血地 倒在了地上 而向盛元 却就这么离开了现场 他们又想到 徐彩华竟然因此身亡 更没想到自己离开之后 竟然会有五个年轻人 为此承受不白之约 此时虽然真相大白 向盛元也很快被判刑 但当初被冤枉的五个年轻人 无疑就成了尴尬的存在 90年代的戏城 抢劫杀人汉 却连虎会青年 集体猛售院区 十几年后真凶落网 他们才陈徐彦得雪 那么当年的汉剑 究竟是怎么审判的 他们明明无罪 又为何遭受了 17年的劳虚之灾 2017年 虽然向盛元已经落网 但当年的五个年轻人的嫌疑 却并没有完全起庆 因为向盛元只承认误杀了徐彩华 但随后发生的第二期 抢劫杀人汉 与他并没有关系 而当年 正是因为一个名叫 朱福娟的师祖女 信誓旦旦地表示 五个人窒息的陈建阳 曾向他的小姐妹 郑彩虹透露 有人给了他一万八千元 故他报复当年第二个 遇害的出租车司机 因此才坐视了 他们五个人的罪名 此时 杀害徐彩华的真凶已经落网 但杀害第二个司机的凶手 还没有找到 因此他们五个人 依旧有嫌疑 其中只要找到 当年的关键证人 朱福娟 就能轻松解决这件事 但奇怪的是 朱福娟与郑彩虹两人 却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完全找不到人 为此 陈建阳的辩护律师 提出了疑问 当年朱福娟 在接受收容审查时 曾做过相关的决定书 按理说 应该很容易就找到才对 但现在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因此这个人 究竟是否存在 就成了很大的疑点 其实当年在审判时 法院也发现了问题 首先几个人的指纹 与现场发现的并不匹配 其次 五个人拒不认罪 并且口供含糊其次 再加上证据不足 因此很难断定 他们就是真凶 但当时并没有 一罪从无这种说法 因此法院激烈地争论了需求 却没有一个人敢提出 将他们释放 为此 这个案件还被推脱了需求 法院的第一任院长 不敢拍板判决 第二位院长 接手了这个烫熟山药之后 最终按照 一罪从轻的方式 将他们从原本的死刑 该判为自滑 希望可以给他们留下一线生机 在此期间 能够找到新的证据 证明他们确实无罪 也许看到这里 有人就会疑问 他们五个 为什么没有申诉 事实上 他们都觉得冤枉 田伟东甚至为了反抗 还曾咬车自己 以此明智 在后来的审讯过程中 他也被逼无奈 只能将刚缝合好的伤口扯开 希望以此中断审讯 但因为某些原因 他们最终只能认罪 到了审判阶段 其中四人当场翻供 不肯认罪 这就年纪最小的田孝平认了罪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确实有钱客 害怕翻供不成功 连最后活着的机会都没有了 服刑期间 他们甚至不敢申诉 因为申诉要放弃减刑 为此 他们只能让家人帮他们申诉 自己则老老实实的争取减刑 好在真凶最终落网 他们的冤屈也被洗刷干净 最终他们被无罪释放 相关单位 也对他们进行了补偿和道歉 但他们这17年的青春 应该怎么算呢 他们经受的伤害 又该如何算呢